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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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人員全副武裝發燒篩檢 通過沒問題才能放行 若有發燒症狀 還得到外面的帳篷 進一步採檢 我們有另外採檢的帳篷 再去做那個 咽喉或者鼻子的這個採檢 X光片也是在戶外做照射 我們24小時 有這樣子的一個發燒篩檢工作 但是我們每兩個小時就換一個人 初五 醫院一開封 防疫跟著升級 封門管制人流 其中新光醫院特別拉起黃色封鎖線 把急診入口側門給封上 要民眾配合發燒篩檢 三軍總醫院現在只開放四個大門 一個小門 而且進出都要量體溫以及佩戴口罩 林口長根醫院則只開放 設有紅外線體溫感動門通行 另外台大醫院則開放獨立篩檢門診 台北榮總還設置救護專車 特殊動線確保疑似病例 能完全隔離治療 那我們病人應該配合他們 我們平常的百姓也應該配合他們 因為他們的醫學城市 他們知道的資訊都比我們還多 比較可以管控說 就是有一些 就是自己本身有受到感染的人 然後不知情然後去影響到更多人 那如果說有大陸的旅遊室 甚至於是湖北的旅遊室的話 那我們就是一律都在戶外 然後等發燒篩檢這樣子 那其他的發燒病人 我們有其他的發燒篩檢區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區域區隔開來 各大醫院從內部嚴格把關 病患分流之外 啟動相關防疫措施 不讓武漢肺炎疫情突破防線 確保不會擴散 歡迎新聞林委屈一力亭台北報導